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明家境年间,河东解州有个男子郑大宝 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并无兄弟姐妹 只剩下多病的母亲和他相依为命 由于要照顾母亲,所以只能靠重二母伯的生活 由于家贫如喜,所以三十多岁了还是光贵一条 大宝憨厚老实,勤劳朴实,又非常孝顺 由于家贫,没有牛,种地全靠大宝一双手 他家的地都在距村子四五里外的山坡上 来回要走很长时间,为了种好地 每天早上,天妈麻亮他就得起来上地干活 这天,他依然早早起床 给母亲准备好饭,便下地去了 刚到地头,就看到不远处有一只白色的狐狸在低声哀叫 大宝走过去一看,原来这只白狐被猎人的铁夹子夹住了后腿 由于白狐长时间挣扎,后腿已经血肉模糊 大宝心善,走路都舍不得踩住蚂蚁 看到白狐被夹成这样,变心软了,对白狐说 你别动,我来救你,可以吗? 白狐不会说话,但他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似乎在等待大宝的解救 大宝慢慢走过去,用脚使劲踩下铁夹 白狐的腿终于出来了 大宝平时以防受伤,怀里总带着一种止血智商的药 他拿出来给白狐的伤口处敷了药 很快,白狐站起来了 默默地看了大宝一眼,就往树林深处走去了 大宝虽然穷,但长这么大做过很多善事 过后就忘了,救白狐的事也很快就忘了 每日依然上帝下地 三日后的早上,大宝依然早早起来去上地 走着走着却发现前面不远 好像躺着一个穿着白衣服的人 大宝急忙走过去 一看,原来是一个姑娘 看上去大约二十岁左右 但衣衫褴褛,头发凌乱 披伞在脸上,看不清眉目 大宝附身将手指放在姑娘鼻子上试了一下 发现还活着,就摇了摇姑娘的身子 边摇边喊,姑娘,姑娘 醒醒,你怎么了? 喊了一会儿,姑娘终于醒来了 她拨开脸上的头发 原来是一个十分俊俏的姑娘 你怎么了姑娘? 大宝问,我是从外地过来讨饭的 几天了没吃一点东西 刚才走到这儿晕倒在路上了 姑娘说 你的家人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 大宝又问 我老家闹灾荒 父母家人都饿死在路上了 只剩下我一个人 姑娘流着泪说 太可怜了 快跟我回家吧 你还能走吗? 要不我把你背上吧 大宝见不得可怜人 更见不得女人流泪 一见到女人流泪就心软 不用,我还能走 你扶我起来就是 姑娘说 大宝把姑娘扶起来 返回家中 给姑娘打来一盆水 让姑娘洗洗脸 然后 给姑娘做了两碗面条 握了两颗鸡蛋 姑娘连吃两碗 脸上才有了血色 看上去更加漂亮 大宝对母亲说 这个姑娘是从外地逃荒来的 一家人大都饿死在路上了 只剩下她一个人逃到这里 刚才晕倒在路上了 我就把她领回来了 还没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呢 我姓白 叫雪 叫我白雪就行 还没问恩人大哥哥怎么称呼 姑娘说 我姓郑 叫大宝 叫我大宝就行 大宝说 那我叫你大宝哥哥吧 白雪说 好的 我就叫你白雪妹妹吧 大宝说 好的大宝哥哥 白雪说 好俊的姑娘 怪可怜见的 大宝母亲说 这是我母亲 大宝对白雪介绍说 妈妈好 大宝哥哥是我的救命恩人 妈妈就也是我的恩人 白雪甜甜地说 这样吧 我把锅碗刷一下就去地里干活 白雪妹妹你先在这里住几日 就在家里陪我母亲说话 大宝说着就要去刷碗 大宝哥哥 你快去地里干活吧 以后做饭刷碗陪妈妈说话的事 就交给我吧 白雪说着进了厨房 那好吧 我这就去地里干活去 大宝说完就走了 白雪不但长得像仙女一样 而且非常懂事情快 刷碗锅碗 就拿起抹布 把屋里所有家具桌椅抹了一遍 又把房子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 然后坐下来陪大宝母亲说话 大宝母亲看在眼里 想在心里 我大宝要是有这样一个媳妇该多好 不知道这位姑娘许配了人家没有 能跟我大宝做媳妇多好啊 可是我家大宝已经三十岁了 家里又这么穷 再加上我这个百病缠身的老太婆 人家姑娘仙女似的 而且看上去才十八九岁 怎么会看上我家大宝呢 白姑娘 你今年多大了 大宝母亲问白雪 虚岁二十了 白雪说 真是花一般的年龄 白姑娘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大宝妈想知道白姑娘是停几天就走呢 还是准备长期住在她家 如果能长期住在她家 大宝就有希望 两个人住在一起 时间长了就会有感情了 妈妈 你和大宝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们 我现在也无家无亲了 在哪里都是孤身一人 如果你们不嫌弃 我就长期住在这里 给你们当牛做马 以报答救命之恩 如果你们觉得不方便 我明天就会走的 不管以后走到哪里 都会记住你们的救命之恩 白雪说 白姑娘 看你说的什么话 我们怎么会嫌弃你呢 你如果能一直住在我家 大宝不仅能放心种地 我这个老太婆也有个说话的人了 我们求之不得呢 只要白姑娘不嫌弃我们家穷 就留下来一直住吧 大宝母亲说 妈妈 您和大宝哥都是好人 我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怎么会嫌弃你们穷呢 而且大宝哥又这么勤劳 以后一定会发家的 只要你们不嫌弃 我就一直住在妈妈家吧 白雪说 这真是太好了 太好了 白姑娘 我会把你当亲闺女看待的 大宝母亲高兴地 连说两个太好了 如果白雪能做我的儿媳妇 我老太婆愿意折寿十年 大宝母亲看着白雪 心里喜欢得不得了 傍晚的时候 大宝从地里干活回来了 白雪已经做好晚饭 三个人一起吃饭 家里多了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气氛活跃多了 每个人心里都非常喜悦 三十岁的光棍大宝身边 多了一个天仙式的姑娘 自然兴奋不已 大宝母亲心想着 儿子的媳妇有了希望 心里也一场高兴 白雪是一个 无家可归的女孩子 有了家一样感觉 当然也心情特好 她们一边说话 一边吃着大宝带回来的山葡萄 其乐融融 山葡萄甜甜酸酸的 白雪也很喜欢吃 晚上 白雪跟大宝母亲睡一个屋 大宝母亲很想问问白雪 愿不愿意嫁给大宝当媳妇 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 她怕太早说出来 白雪不答应会离开他们家 大宝虽然很兴奋 但还没有这种心思 白雪勤快善良 又像天仙一样美丽 而且才十八九岁 她已经三十岁了 家里还这么穷 不敢有这种心思 她只想着 如果白雪能长期在她家住下来 就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这一夜 大宝破旧的房子里充满了温馨 自从白雪来到大宝家 大宝家的日子不仅有了生机 而且日渐好起来 大宝地里的庄稼和蔬菜 也长得越发茂盛 母亲的身体在白雪的照顾下 也渐渐好起来 而大宝和母亲也越来越喜欢白雪姑娘 有一天 白雪说 妈妈 你身体也差不多了 我想跟着大宝哥去地里看看 看看能不能帮他一些忙 大宝母亲当然非常愿意 她想让白雪和大宝单独在一起处处 平时总是三个人在一起 她们有什么心思 当着我的面 也不好意思说 现在儿子没说 白雪却提出来了 真是太好了 她感觉白雪姑娘是喜欢她家大宝的 于是赶紧答应说 去吧 去地里看看也好 山上空气好 我现在身体好多了 可以做饭了 家里你就不要担心了 大宝带着白雪姑娘去地里看看 可别让她干活啊 大宝说 母亲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白雪的 于是 大宝带着白雪一起上山种地去了 来到山上 看到一片树林和草地 白雪高兴极了 好像回到久别的家乡似的 在小树林里到处跑着跳着 大宝看到白雪高兴的样子 也十分开心 想以后天天带白雪来上山满 玩了一会儿 白雪来到大宝跟前 看到大宝在翻地 脸上流着汗 就拿出自己的香帕给大宝擦汗 一股淡淡的香味进入大宝心扉 大宝突然觉得满脸通红 一种异样的感觉随即而来 白雪边给大宝擦汗边说 大宝哥 你休息一会儿 让我来翻一会儿的 时不得 这可时不得 你一个姑娘家 哪翻得了地 细嫩的手上会磨出血泡来的 大宝说 没事的大宝哥 就让我翻一会儿 就一会儿 白雪说着 把香帕收起来 从大宝手里拿过铁鲜 翻起地来 大宝看得惊呆了 白雪翻地竟然比他还快 一会儿功夫 就翻了一大片 而且感觉他很轻松 白雪妹妹 你在家也翻过地吧 大宝一脸惊奇地问 白雪说 翻过 但父母说我还想不让我翻 好了白雪妹妹 你快歇着 让我来翻吧 别让手上起了水泡 回家母亲一定会骂我的 大宝说 没事的大宝哥 我还不累 你看我连汗都没有 你多休息一会儿 我把这小片翻完你再翻 白雪说着 继续翻地 大宝想不到 一个姑娘家竟这么有力气 比他这个男人还厉害 不由得越发喜欢这个白雪妹妹了 白雪翻完了一大片地 才放下铁鲜过来休息 这差不多是大宝平时一天翻的面积 大宝从地头的山泉里 要来一瓦罐甘甜的泉水 让白雪喝 白雪端起罐子喝了一口说 真甜啊 谢谢大宝哥 你也喝一口 大宝也端起瓦罐喝了一口 大宝哥 以后你经常带我来山上种地 好吗 当然我也会抽时间陪妈妈的 白雪说 大宝说 好啊 只要白雪妹妹愿意来 愿意啊 一来我很喜欢山上的环境和空气 二来我也愿意和大宝哥在一起 白雪说 大宝感觉心里热了一下 她更想和白雪单独在一起了 日子就这样美美地过着 但大宝母亲却是心急如焚 她想知道白雪到底愿意不愿意 给大宝做媳妇 但她又不敢说 怕一旦被拒绝 白雪会离开他们家 这一天 大宝母亲对大宝和白雪说 你大一家稍信来说 有事让我去她家一次 你们把家看好 晚上拴好门 白雪说 您去吧妈妈 我们会看好家的 于是 大宝母亲就去了她姐姐家 姐姐嫁在另一个村子 距离他们这里大约十里地 其实 大宝大一家根本没事 大宝母亲是想给儿子和白雪创造机会 吃过晚饭 白雪收拾好厨房 并和大宝坐下来说话 说了一会儿 大宝说 白雪妹妹 干了一天火 你也累了 回房休息吧 白雪说好 就各自安歇了 半夜里 外面传来不知什么鸟儿的叫声 白雪的房间正好对着一片树木 白雪起来敲大宝的门 大宝起身披一开门 见识白雪 就问 怎么了白雪 睡不着吗 大宝哥 刚才外面什么鸟叫 我害怕 睡不着 你能睡在我的房间跟我作伴吗 白雪说 这 这 这样不好吧 要不 你睡屋里 我在外面守着 大宝说 这怎么行呢 大宝哥明天还要干活 不睡觉不行 没事的 我们就睡一个屋里 白雪说着 把大宝拉进他的房间 这是母亲平时睡的床 虽然比大宝房里的大 但睡两个人还是紧紧巴巴 白雪靠墙睡着 大宝靠床边睡 他们挨得很近 但白雪睡得很香 而大宝被白雪身上淡淡的体香 害得一夜未曾合眼 第二天 大宝母亲回来了 他仔细观察儿子和白雪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难道他们没有一起睡吗 他偷偷问大宝 昨晚你们怎么睡的 大宝不知道母亲什么意思 就如实回答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真是个傻儿子 看来 他必须得问问白雪 这天晚上 大宝母亲问白雪 白雪姑娘 你觉得我家大宝怎么样 白雪说 大宝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勤劳善良 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你是很喜欢我家大宝了 大宝母亲继续 当然喜欢啊 大宝哥哥是我最喜欢的人 白雪说 那你愿意嫁给他做他的媳妇吗 大宝母亲终于说出了核心问题 白雪脸红红地说 我当然愿意 只是不知道大宝哥是否愿意娶我 他当然一百个愿意 能娶到你这样漂亮又温柔善良的姑娘 做梦都会笑醒的 怎么会不愿意呢 我怕委屈了白姑娘呢 大宝母亲说 大宝哥只要愿意 我肯定愿意 白雪说 那好 你睡着 我去给大宝说 说好了 很快让你们成亲 我这个老太婆急等着抱孙子呢 大宝母亲高兴极了 起身去喊大宝 不用说 大宝一百二十个愿意 大宝母亲说 后天就是好日 后天给你们完婚 大宝说 母亲 后天太紧张了吧 只有明天一天时间 很多事情来不及准备呢 也是啊 要不咱们到下个月这天 可以轻松准备 白雪说 如果你们不介意 我觉得不必要准备的那么麻烦 不必要铺张浪费 给左邻右舍说一下 一起吃顿饭 后天就行 白雪一锤定音 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 什么也没有 因为白雪娘嫁已经无人 也不需要迎亲 只是左右邻居们一起吃了顿饭 大宝和白雪拜完天地 父母 夫妻对拜之后 他们便入了洞房 三十岁的光棍终于抱得美人归 无家可归的姑娘 终于找到自己的归宿 洞房无花竹 一夜情丝海 然而新婚三个月后 倒霉事也跟着来了 有一天 天宝去镇上买一点蔬菜种子 买好后正要回家 却被一个人挡住了 大宝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个道士 你要干嘛 大宝问 小伙子 我看你额头发黑 头上有不正之气 应该是家中尽了鞋 道士说 别乱讲 我们家好好的 而且比以前还好 哪有什么邪气进去 如果想要钱 我给你几个便是 别在这里骗人了 大宝说 看来你是不信了 我不要你一文钱 只是为了救你和家人 道士说 那你说 我家能进了什么鞋 大宝问 具体进了什么鞋 只有亲自去看看才知道 不过 我问你 你家最近有没有什么 比较大的变化 道士又问 比较大的变化 没有啊 只是救了一个外地来 此地讨饭的 由于家人都饿死了 也无亲戚朋友 无处可去 现在住在我家 这难道是邪气吗 大宝说 女的男的 年龄几何 道士没有回答大宝的反问 继续问大宝 女的 年方十八 我们已经成亲 大宝说 哦 你能带我去你家看看吗 道士问 不行 你会吓着我家娘子的 大宝不同意 这样吧 你前面走 我后面去 假装借口水喝 道士说 大宝无奈 由他去吧 大宝回到家不久 道士就来了 假装淘水喝 看看这院子 感觉阴气很重 还有一股骚骚的味道 大宝母亲舀了一瓢水递给道士 道士喝了一口说 你家就你母子两个吗 还有儿媳妇在里面 大宝母亲说 正说着 白雪从屋里出来 看到道士 大吃一惊 她来干嘛 这就是你的儿媳吧 道士指着白雪说 对 不是我老太婆夸口 我这个儿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掌啊 我儿子有福气啊 大宝母亲一个劲地夸赞儿媳白雪 但道士已经看出 这个儿媳妇是一只白虎 便上前对大宝妈说 老妈妈 能借一步说话吗 干嘛 有什么在这儿说不行吗 大宝母亲说 这儿不方便 还是借一步说话 道士说 于是 大宝母亲跟着道士来到院子里 道士说 老妈妈 实话对你说 你这个儿媳不是人 是一只成精的白虎 会危及到你儿子性命的 什么 我儿媳是狐狸 你可别是为了骗钱乱讲吧 大宝母亲不信 老妈妈 我不要你一文钱 刚才在镇上遇到你儿子 我看到他额头发黑 身上有邪气 怀疑你家有邪气才来看看的 不信 我做个法你看看你儿媳 是人还是胡 道士说着 从大连里取出一道福点着 口中念念有词 大宝母亲突然看到屋里闪过一道白痒 心里着实吓得不轻 问道士这可怎么办 道士说 只要你儿子答应驱走这只白虎 我就想办法帮你们驱走它 可你儿子不相信我的话 不配合 你先做做他的工作 等他同意了我再来施法 大宝母亲说 好吧 道士走了 大宝母亲急坏了 儿子性命要紧 一定要说服儿子驱走这个妖孽 他回到屋里 对大宝说 你出来我给你说句话 大宝知道母亲说什么 不想让媳妇白雪知道 所以跟着母亲出来了 大宝母亲把道士的话对大宝说了 大宝说 也别太相信道士的话 待我仔细观察几天再做打算 大宝母亲也只好同意了 再说他也没发现白雪 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啊 大宝仔细观察了几天 也没发现媳妇白雪什么异常 晚上 白雪问大宝 怎么这几天感觉你和母亲都怪怪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大宝心想 不能这样憋着了 必须问问清楚 就把道士的事一五一十对白雪说了 白雪问大宝 你信吗 我当然不信 但那道士说得有鼻子有眼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想听到你的实话 大宝说 那假如道士说的是真的呢 你怎么办 把我交给道士吗 白雪问 不会 绝不会 即便你真的是一只狐狸 也是为了报恩 才变成人来报答我的 而且对我和母亲这么好 我为什么要赶你走呢 大宝说 大宝哥哥你真好 实话告诉你吧 我就是当年 被你救助的那只被猎人的铁夹子 夹伤腿的白虎 为了报恩 我才变成人嫁给你的 现在你既然知道了 可以赶我走 不过 我已经怀了咱们的孩子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再离开 你看可以吗 白雪说 大宝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当年救了一只白虎 却变成自己的妻子 想不到自己美丽善良 勤劳贤惠的妻子 竟然是一只狐狸 他听别人讲过狐仙的故事 想不到竟然在自己这里 变成了现实 怎么办 一想到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妻子 原来是一只白虎 一想到每天晚上 躺在自己怀里的女人 是一只狐狸 大宝心里就有点发怵 但一想到白雪是那勤劳美丽 温柔贤惠 他就舍不得让她离开 对我是那样爱 那样体贴和照顾 那样温柔和关怀 对我母亲是那样孝顺和尊重 是白虎又怎么样 总比那些表面上是人 但不体贴丈夫 不孝顺公婆的媳妇强很多吧 白虎是来报恩的 又不是来害我的 我为什么要赶他走呢 想到这里 大宝对白雪说 你是来报恩的 对我和我母亲这么好 又这么聪慧美丽 善良贤惠 而且现在你又怀了我的孩子 我为什么要赶你走呢 即便你真是一只白虎 我也愿意和你白头到老 放心吧 我不会听到似的 大宝哥哥 不真好 我白雪没有看错人 更没有嫁错人 我会更加爱你和母亲 说着扑到大宝怀里 大宝也紧紧地抱住白雪 然而 道士却认为 白雪是一只妖狐 一定会害人的 必须把他赶出正家或者除掉 道士先找到大宝 要他配合他赶走白雪 但大宝坚决不同意 道士无奈又去找白雪 只要白雪同意走 大宝也无奈 他找到白雪 告诉他 要么离开正家 离开人类 回到山里去 不要再出来诱惑人类 要么被我施法处死 白雪说 我理解你的做法 但你不知道 我们狐渐也是将善恶因果的 当年我被你们人类暗藏的铁夹子 夹断了腿 不是大宝救了我 我的皮毛就会成为人类的维波尔 我的肉就会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味 你们人类也知道滴水之恩 永泉相报 所以我是来报恩的 不是来害人的 再说 我和大宝恩爱有加 大宝的母亲带我像亲生女儿 我对大宝的母亲就像对我的亲生母亲 我现在已经怀了大宝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呢 倒是听了白雪的话 觉得也有一点道理 于是对白雪说 如果你真的爱大宝 愿意和他过一辈子 只有一条路 脱胎换骨 彻底变成人类 不过 这个过程非常痛苦 还有一点 变成人类后 你的外貌可能会变得 没有现在这么漂亮 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只要能让我彻底变成人类 再痛苦我也愿意 白雪说 那好 明天这个时候 我来找你 我给你施法后 你会现出原形 所以 你要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经过两个时辰后 你就会脱胎换骨 彻底变成人类 倒是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 倒是如期而至 对白雪施法后 给了白雪一个画符 说今夜子时 你把这道画符点燃 江辉静用温水吞下 然后把自己关进屋里 道愁时结束 你就成为真正的人类白雪了 说完交给白雪 一道画符走了 晚上 白雪把彻底变人的事 对大宝说了 大宝心疼白雪 不愿意让他忍受 如此痛苦的折磨 但白雪说 为了你和未来的孩子 再大的痛苦我也能忍受 只是彻底脱胎换骨后 我的面貌可能变丑 你愿意吗 你变得再丑我也不嫌弃 只是心疼你要受折磨之苦 大宝说 没事 我能承受得住 只是丑时结束前 我不出来你不要开门 更不要让母亲知道 白雪说 大宝说 好的 此时到了 白雪走进卧室 将门从里面拴上 将道士给的画符点燃后 用温水浇灰尽吞下 不久 白雪感觉体内翻江倒海 疼得他汗如雨下 他的身体渐渐地变回到白胡的形状 这时 剧烈的疼痛才刚刚开始 身体的白毛要完全退化变质 变成肌肉和皮肤 整个骨架和内脏也要沉底改变 他甚至听到骨骼断裂又融合的吱吱声 剧烈的疼痛一阵阵袭来 他痛得满地翻滚 但他硬是忍着没有叫出声来 疼痛感渐渐小了 最后消失了 白雪睁开眼 发现自己的身体稍微胖了一点 赶紧照镜子 发现外貌竟然没有多大变化 还是以前那么漂亮 他心里舒畅了许多 打开门 看到大宝还站在门口 白雪一下子扑进大宝怀里 刘之类说 大宝 我已经完全是真正的人类了 媳妇 你受苦了 大宝紧紧地把白雪抱在怀中 这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夜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咱们再次拍下 下午